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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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啊 都说我们唱歌特别土 林华还经常埋怨我 对我就跟林华说 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猜几个诚 嗨各位这里是下分音乐 不得不说 增益的这波实类甩锅 看得我是又心酸又好笑啊 说到凤凰传奇 这个自2005年 从星光大道被人们所熟知 稳坐神曲界头把交椅的组合 在我的印象中 似乎一直以来 都是以歌声高亢激昂的林华为主唱 暂时世人的 而增益呢 只是负责说唱部分 所以导致很多人和我一样 以为增益只会哟哟哟 不会唱歌 甚至我还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 在彩排的最后 增益刚要开口 就被无情的卡断了 这样爱你出来 还能怎么做 可以了谢谢 都把爱情 A了哈 A了哈 不过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这样 绝对堪称是一个被嘀咕了的歌手 1998年 18岁的林华 报考文艺团体失利 选择签约金时代格舞厅 而当时格舞厅的音乐总监正式增益 要知道他不仅是林华的老师 一首提携了林华 组合中的许多歌曲也是由他创作的 先不说其优秀的说唱和创作能力 单是他独自演唱的现场 就可以看出他抗大的唱功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造一个家 别趁伤心流泪 也趁安然 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兄弟抱一下 可能有许多人觉得他凭几句歌词就分走了一半报酬 演唱也是可有可无 但不可否认像他们两人的这种特殊搭配唱法 在华语乐坛也是独一份 组合少了谁都不完整 而他负责的说唱 其实早在九几至两千年初那会儿 就已经玩自得心应手 还记得MV中他皮衣配墨镜的装扮 俨然一副草原汉匪的既视感 让不少网友知乎他为 中国地上说唱教父 不仅如此 除了说唱 他连粤语歌曲也是拿捏得相当到位 一首朋友竟然如此好听 所以与其说他不突出 我更认为他在组合中是甘心做陪衬的那位 看来以后我再听凤凰传奇的歌 中间的rap部分是绝对不会跳过了呀 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